展现出来之后呢 但是我们希望配合其他的资讯 让民众更了解 食谷跟食舌柜它的生态 以及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感谢您的做到上色的说明 让大家可以了解身体保有的重要性 在有生活保有中心 在这一期的站 来基本做好 以及食舌柜的电影 从这两种生活做上色的介绍 其实这个展呢 是由网络的一些艺术作家 所发起 那我们希望呢 让这个展更加的充实 那因此我们加入了一些 食谷与食舌柜的文案 然后让大家去了解说 为什么我们要保育食谷跟食舌柜 以及如何保育 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威胁 这就是这些作品 然后呈现给大家看 就是说 其实从小朋友 他了解这个之后呢 其实他们也可以激起 他们保育的心 然后创作在画作上 旁边所电影的作品 是受朋友对到身体保护的建议 因为土地的规划越来越严重 高雄食舌柜 可以造成成整个游材 所以所用是越来越久 没有团体 希望做到这次的电影 让大家可以做回来重视 你也可以看到许多小朋友 与创作者他们的创作作品 那从创作作品中呢 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知道其他民众 他想要陈述对食谷跟食舌柜 他有什么样的保育的想法 那这个展览非常有意义 因为他有生活保育中心 就坐在集集 那他们里面的研究者 也相当于食谷的爸爸妈妈们 所以这边是等于他的娘家 那这个展览之前 也有在别的地方展出过 所以这算是回娘家 一只顶着也表示 但让自己有一次到三月29号 全部到一个月的时间 有幸福的民众 就要好好把个机会 记者站位上采用报道